迦南大圈,八田雨衣 炎炎烈日,农民挥汗如雨的工作,两手不停的忙着,嘴里还不时的喃喃念叨 老天爷帮帮忙,今年雨水给的不多也不少 迦南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全台最重要的农业产地 但苦于灌溉水源的不足,农民只得靠天吃饭,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这时候,八田雨衣来到台湾 1886年,八田雨衣出生在日本一个富裕的家庭 1911年,也就是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十多年以后 八田雨衣从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毕业,就渡海来到了台湾 八田雨衣任职于日本总督府 他发现台湾农地的灌溉问题很严重 于是前往菲律宾泰国等地考察 访台以后,再积极投入迦南平原水力研究 1919年,八田雨衣开始在嘉南平原进行十五万甲土地的水路丈量 曾文西引入水流测量,以及各种工程设计 1920年,嘉南大县的营建工程正式展开 我计划以半水城填充式的方法建造蓄水库 在水坝中心使用水泥 其他部分则搭配鹅卵石、沙粒、黏土 为了慎重起见,他又到每家等国参观 吸取各国专家对于半水城填充式蓄水库的营造经验 再回台湾来实际操作 即使是认真的工作,工程进行中还是出了意外 乌山岭的隧道爆炸事件造成几十人伤亡 八田雨衣心痛不已 弟兄的牺牲,激离我们更要勇往直前 因为这次不幸事件,水坝的完工实现延长 因而工程费用也增加了 八田雨衣遭受不少质疑 但是他坚决地认为 只要尽心尽力、责善固执 终有成功的一天 1930年,迦南大镇终于完工了 灌溉区域包括现在的云林、嘉义、台南 共十五万甲农地 而且还兼具排水、防洪、防潮等功能 其中最主要的工程,乌山头水库 乌山头水库的水源则之不易 高56公尺,长距千尺的大坝 先是拦堵了关田溪 在引丰沛的增纹溪水 经由四公里长的隧道 穿越了乌山山脉 注入关田溪上游 成为水库水源 另一道水源,浊水溪 是在云林县林内乡拦截溪水 在直接引进灌溉干线里 使得旱地变成良田 造福了农民无数 望着碧波万寝的汲水区 八田雨衣 清洗这些年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 但是他不敢骄傲 因为在这十年施工期间 有一百多名同仁牺牲了宝贵的性命 唉,如果不是他们的贡献 哪里有今天的成果 于是,八田雨衣决定 就在乌山头水库的入口处 建了一座训工碑 纪念这些训职人员 八田雨衣在台湾强达三十二年 对于台湾的农业发展贡献良多 被尊称为迦南大准之父 是,八田雨衣农刑 也是,八田雨衣农